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,这句话放在秦国身上也成立,从西边的蛮荒之地,慢慢成长为大国,傲视其他六国。 这个过程同样漫长而艰辛,在今天,当我们看到秦国时会想到秦始皇,想到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, 但是把时间倒回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时,那时候的秦国并不知道自己能否真的建成罗马,不知道自己真的能统一六国成为霸主。 那时候,每个诸侯国皆有可能统一天下,只不过是秦国越战越勇,最后一统天下。 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,秦国自然不可能战无不胜,也有好几次被其他国家围殴的时候,也有失败落魄的时候。 那么,这些时候的秦国都遭遇了什么?对群殴的战争中,秦国的结果又是如何? 一,麻岁之战。麻岁之战是春秋时期,晋国联合其他国家围殴秦国。 在这个时间段,晋国是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,家大业大,而秦国在秦穆宫去世后走起下坡路,国力远不如从前, 但仍可以对晋国造成威胁,这个让晋国忍不了。 此前,晋国战胜齐国,消除了晋国东边的威胁,接下来就轮到打压西边的势力,也就是秦国。 为了达到秦国,晋国做了详细的攻略,首先和楚国和平会谈,确保攻打秦国使楚国不会偷袭晋国。 接着发布《绝情书》,隶属秦国的伤天害理之势,占领道德高地, 然后召集齐、宋、魏、鲁、郑、曹、朱、朱、滕等国浩浩生生地去群殴秦国。 这一仗秦国惨败,秦军将领被俘虏,晋国联军直升入秦国腹地后立,眼见把秦国打得奄奄一息,威慑目的也达到了, 晋国于是就此收手,班师回朝。 这场维欧秦国的战争发生在马穗,因此叫马穗之战,秦国打了这次败仗之后国力大减,往后十几年不敢再与晋国争锋。 二、第一次合纵攻秦,马穗之战后,晋国没有再大规模联合其他国家攻打秦国,也没有机会再攻打, 因为晋国内部矛盾重重,最终被魏、赵、韩三家瓜分,此后中国进入战国时代, 但尽管晋国被瓜分,瓜分晋国的赵国和魏国实力还是很强,即使没了晋国, 秦国还是被魏国压在西边,出不了韩国关,无法染指中原, 直到魏国在马林之战中大败于齐国,国力衰弱无法再压制秦国, 而秦国此时经过商鞅变法几十年,国力大增,趁着魏国国力衰弱, 秦国一鼓作气攻打魏国,夺回和西之地,魏国眼见和西之地被夺走,心有不甘, 然而无力抗衡日渐强大的秦国,只能另想他侧, 这时,齐国和楚国就进入魏国的眼中,经过一番交涉, 楚国和齐国同意一起攻打秦国,灭一灭秦国的气焰, 公元前318年经过魏国国相的撮合, 魏、赵、韩、燕、楚、五国共同出兵攻勤, 秦国迎战,但今时不同往日, 秦国经过变法早已成为西边的爆发户,有钱有将有兵, 而五国联盟虽说宫秦,其实各怀鬼胎, 宫秦也是有一搭没一搭, 五国联盟在战略上还有一个巨大的败笔, 那就是五国联盟的盟主是楚怀王, 这个人有点小聪明,但是分不清大是大非, 松散之兵加草包盟主,结果可想而知, 联军在韩国关被秦国击败, 第一次合纵宫秦之战以秦国胜利告终, 在第一次的合纵宫秦中,五国联盟被秦国揍了一顿, 不敢再轻易出兵攻打秦国, 于是秦国暂时消除东边的威胁, 接下来,秦国要对付的是自己后方的邻居巴蜀和义渠, 巴蜀和义渠都不是什么强国, 在秦国猛力打击之下, 蜀国很快招架不住,国破君王, 义渠被秦国打得连连撤退, 最终以秦国占领义渠25成而告终, 安定自己的大后方之后, 秦国再度对东方六国跃跃于史, 不断出兵攻打其他国家, 将自己的国土逐渐扩大到中原地带, 这下韩国、魏国、秦国都很慌, 眼见秦国不断攻城掠持, 实力越来越强, 这样扩张下去, 没准哪天就跑到家门口把自己灭了, 于是为了遏制秦国, 齐、赵、魏、韩、燕五国联合起来一起攻秦, 这个时间段也很巧妙, 此时秦国东征西战多年, 军队经历早已步入从前, 五国联盟这回目标明确, 抱着一定达到的态度与秦国尽力搏斗, 而这回五国联盟的盟主就靠谱多了, 此人是孟长军,脑瓜聪明得很, 最终经过三年的对战, 联军击败秦国攻入韩国关, 秦国被迫退还之前占领的国土, 以求联军放过自己, 上次秦国被五国联军群殴后修整三四年, 功力终于恢复过来了, 于是继续攻打弱小邻居韩国和魏国, 拿下诸多重镇, 秦国国君见自己这么能干, 非常开心, 决定奖励自己一下, 自己封自己为西地, 这个封号可不得了, 直接把自己的野心照告天下, 你们都是我的小弟, 我迟早灭了你们, 对此,小弟们是又是怕又是气, 虽然你说的没错, 但是不要这么直白, 第二年, 小弟们想要挽回自己的颜面, 教训秦国, 不要让他继续攻占别国的领土, 于是齐, 赵, 魏, 韩, 燕, 五国再次联盟攻打秦国, 跟上次不同, 这回五国各有各的心思到了秦国家门口, 谁也不敢第一个打秦国, 各个都怕自己先出手, 到时候打了败仗, 得罪秦国, 往后日子都不会好过, 秦国也理解小弟们的心思, 上次被联军揪着打还记忆有心, 秦国也不想再来一次, 于是秦国暂时放下自己的面子, 秦国国军取消自己的西地封号, 将之前占领的一些城镇归还给魏国, 将王公、福渝归还给赵国, 联军见秦国这么示弱, 也不好待在人家家门口徘徊, 于是纷纷退兵, 第三次合纵攻勤就这么流产了, 无人员伤亡, 大家各退一步, 海阔天空, 五, 第四次合纵攻勤, 虽然合纵攻勤破产, 但是各国心里也明白, 秦国此时已长成大狮子, 他会慢慢从韩国关沙出来, 一一灭掉其余六国, 韩国和魏国比较倒霉距离秦国最近, 因此时不时被秦国东敲敲, 西打打, 魏国比较有先见之明, 遭一把国度迁到大梁, 但韩国是无处可躲, 最后被迫割让上党郡给秦国, 然而上党郡的郡守不愿详情, 因此将带领上党导向赵国, 并入赵国的国土, 秦国又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主手的鸭子飞了, 于是立刻出兵攻打赵国, 经过三年的拉锯战, 秦国最终取得胜利, 歼灭赵军45万人, 经此一役赵国国立没落, 再也无法与秦国抗衡, 同时赵国也是最后一个, 可以单独与秦国相抗衡的国家, 赵国没落, 意味着六国中, 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和秦国单打独斗, 赵国战败后, 其余五国也是忧心忡忡, 为了压住秦国, 只能再合纵抗秦, 公元前247年, 为赵、韩、楚、燕, 五国组成联军再次攻秦, 可能是怕被秦国灭了, 因此五国联盟起心协力, 在河外之地大败秦军, 秦军不得已讨回韩国关, 不敢再出兵, 这次群殴秦国的战争取得胜利, 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胜利, 这一年秦王政登王位, 这个人在后世被尊称为秦始皇, 六,第五次合纵攻秦, 即使是在第四次合纵攻秦中, 联军取得胜利, 然而六国并未对秦军造成很大的损害, 秦国将韩国关一手便可保存精力, 但相比之下, 早前楚国、韩国、魏国、 赵国都与秦国打仗过, 最终都为秦国打趴, 经历大大损耗, 无法抗击秦国, 秦国则是被秦国、韩国、 魏国、赵国联合群殴过, 群殴后, 秦国再也无法振兴, 也没精力再去招惹秦国, 此外, 除了打六国, 秦国还打了蜀国、 义渠国, 稳定了自己的大后方, 此时, 秦国一记绝尘, 其他六国只能在后面吃灰, 这个时候, 秦国统一六国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,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 六国不可能守在原地等死, 在秦国攻占上党郡, 重建太原郡, 切断韩国、魏国、 赵国之间的联系后, 五国决定再一次合纵公秦, 这个时候已经不能说是群殴秦国, 而是战国时期最后的荣光, 这次公秦共有五个国家, 分别是赵、魏、韩、燕、楚国, 联军前期作战很稳固, 趁着秦国占领新区兵力分散, 因此打了好几个胜仗, 攻入韩国关, 直冲向秦国都城咸阳, 然而无用, 秦国在联军攻入韩国关后, 迅速集中自己的军队主力, 抗击联军, 最终把联军打得落花流水一白涂地, 第五次合纵公秦失败, 现在六国所能做的只能是慢慢等死了, 公元前二二一年, 秦国攻下最后一个国家, 齐国, 建立中国首个大统一的王朝, 至此,春秋战国已经结束, 历史进入新进城, 尼采说过, 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, 这句话用在秦国身上特别适用, 从最早的西边蛮荒之地, 到城为称霸中原的大国, 这中间花了几百年, 被群殴数次之后才换来甘甜的果实, 这个过程真的无比漫长, 中原霸主从晋国换成魏国, 换为齐国, 最后换为秦国, 说明打仗力还很重要, 然而被群殴之后还能维持精力也很重要, 而秦国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完美。